在开发者工具上面显示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呢 只能够做一个参考 有的时候它跟真实的设备上运行的时候呢 不太一样 所以在开发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手机上去预览一下我们开发的小程序 这里左边呢 就是我的这个微信开发者工具 右边是一部真实的手机屏幕 先点一下开发者工具上面的这个预览 这样会生成一个二维码 打开手机上面的微信 用扫一扫可以扫描一下这个开发者工具 给我们生成的这个二维码 这样会在微信里面直接打开我们开发的这个小程序 这里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我们开发的这个小程序 现在呢只有一个首页 第一页显示的是一个幻灯片 幻灯片的下面是一组产品的列表 我发现了一个模拟器的bug 这个bug呢只会出现在高清屏幕的模拟器的上面 就是我用VH这种单位作为窗口的一个高度 VH就是Wheelport Height 我把第一页的这个幻灯片的容器的高度呢 设置成了100VH 它应该正好占用整个可视口的一个高度 应该就是这个顶部的导航栏 跟底部的这个标签栏之间的这部分高度 但是在高清屏幕的电脑上 模拟器呢没有正确的计算出这块高度 你会发现显示的长度会比实际的长度呢 会多出一块 在手机或者是普通屏幕的电脑上 都没有这个问题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在以后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